郭麒麟和王慧的关系 真的因为弟弟郭芬阳而疏远了吗 在同台演出时 为了保护妈妈出卖老爸 这样的亲密无间很难让人相信 郭麒麟和王慧并非亲生母子 王慧自从和郭德纲在一起以后 他一直把大林当作自己亲儿子对待 老郭也在采访中表示 特别好 特别好 因为那大儿子也是 几岁的时候就他给带大的 所以说真是跟他 你看我大儿子有点什么事 他跟我他不好意思说 或者如何说 他跟他妈倒是撒个劲 要不框他个钱花 或者如何如何 可好了 所以说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包括郭麒麟和同学出去玩 王慧都要再三叮嘱早点回家 每次跟同学出去 比如说逛西单什么的 我要晚回家 比如五六点六七点 我妈去电话 多么联欢口 我不接这电话 其实早在王慧拜师时 大林就用实际行动表示 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有多好 别人送花篮是一个 而他直接送了两排 认为道 却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在综艺节目中加油助威 郭麒麟也是一口一个妈 十分亲衣 这次呢做儿子的听说我妈又要重出江湖 因为呢非常的欣慰和高兴 同时呢希望我妈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能够尽情的享受金云大姑 给她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大林把王慧当成亲妈一样 那是因为王慧先把郭麒麟当成了亲儿子 在一次拍戏途中 郭麒麟被意外炸伤 更是急坏了王慧 她的一句话直接让大林累奔 虽然是继母 但种种表现让人感到比亲妈还要亲 王慧对郭麒麟并没有刻意的讨好 而是像朋友一样相处自然 甚至怕大林心里有落差 和郭当刚结婚后 一直没敢要自己的孩子 生不生孩子 主要听郭麒麟的 在有了弟弟郭芬阳后 王慧对大林还是像从前一样好 郭老师奉行的是打压式教育 而王慧则给了他很多鼓励 可以说郭麒麟从小父母就离异 而正是王慧的存在 才弥补了他缺失的母案 如果两人的关系 如坊间流传的面和心不合 那又怎么会有这么多温馨的场面 被撒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一句话让齐修仙把腿就跑 就是我设有名的观众 在他没有出现之前 老秦只是在小园子里小有名气 成员后 老秦在接受采访时 还特意提到 俄姐表示感谢 可以说是 俄姐凭借一己之力捧红了老秦 而老秦和他的故事 还要追溯到2019年 当时的俄姐 还是众多观众中普通的一位 但是拥有独特孝顺的她 很快就引起了老秦的故意 老秦和俄姐一直笑得停不下来 还贴心地问道 你还好吗 但俄姐就是乐得停不下来 直接把台上的老秦逗逗乐了 老秦直说 台上逗一场还没你逗的效果好 老秦都想把舞台交给俄姐 自己下去补票让俄姐上台了 两人之间的缘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而且自从粉上老秦之后 有时间就会去看他的演出 老秦更是开玩笑表示 第一次这么不希望一个观众过来 有时老秦实在受不了 还喊话让俄姐退票去吧 能在德音社退票的观众 可以用西友来形容了 毕竟德音社的退票口还在阿富汗 不过当老秦和俄姐越来越火 伴随而来的却是很多不好的言论 有人说俄姐的笑声不仅影响台上的演出 还影响台下观众的观看体验 随着这种言论的不断放大 俄姐也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月圆鹏的逆天国民度有多绝 接受演出后 观众怎么都赶不走 能打败薛之谦的不是歌手 而是相声演员月圆鹏 歌就是雪月圆独特的魅力 大娃也直接把她当作自己人 连央视天团想请月圆鹏录节目 都得等她的档期 不光是在城市里出名 即便是在甘肃南部藏区人民 也能完全唱出月圆鹏那首《五环之歌》 可能这就是她如今的国民度 小月能活起来少不了春晚的加持 2014年之前 虽然她小有名气 但也只是在小园子里唱《五环之歌》的相声演员 在爆火之后 月圆鹏也没闲着 游泽在各大综艺中 凭借超强的综艺感成为香波波 除此之外 还在影视方面大方一彩 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啊燕子 一句 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成为网络热梗 在曝光率过多的情况下 月圆鹏还不断打磨自己 也没有因此而变得自大 这或许就是很多观众喜欢她的原因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